好,来到第三关了 这一关会选择星期四第十六场 李华古迅主场对苏黎世作客 这场球一看赔率是一面倒 主队性好热 要让到两球 但让到两球这些是难买的 我会选择什么彩池呢? 这场球我会选择入球大小 选择3.5球 有这个赔率 当然选择这个格数 要有四球才能赢 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呢? 马会2.5球也不开 你会看到为什么会开这么高的中位数 本来来说,大家可以看看 这两队球 你都知道了,李华古迅那些都傻的 最近你见到他的入球 加上来,两球都在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下场就会选择 他们的进攻足球 真是很传统 最重要的是他连对手也是 入得又失得的球 就是说这些球我们不太认识 苏黎世 不知是什么 不过他也经常出现 欧霸 有踢过的 但是来说 这些球出道去打 其实都很放开 我觉得本来说 大家也知道 一定是李华古迅那些 赢面高 上次作客都输给你 玩到3比2来输的 下场 这次回到主场 这次回到主场 不借回你 我就不相信 以及来说 本来的级数上 都是有别的 不过李华古迅 其实主场成绩 比较差 但我们可以看回 他比较差 但他踢回欧霸 他一样是没有面子 一样都是 对你这些弱女 不过他自己也会失球 所以来说 我觉得这次回到主场 也就是这样做 他能赢得几个 或者会不会怎么样 我就不理他了 但是对手也是 他和你打 都一样是大家进攻 因为本来 那些不是什么防守性强 的队伍 所以这些球 我觉得如果要玩 就是球大小的 你猜他猪客和 让几个球 很难玩的 我拼他一定是有四球以上 我亦都预期这场球 入球应该不会少 所以 今天那三场球 介绍完 因为那些赔率 都不是太差 我们就 看看那三尊四 怎么玩 就会选择三尊四 去玩头关 拉素这场球 让球主胜 希望可以赢够两个 次关 就选择阿波尼玛素 对法兰克福 看高法兰克福 希望他赢得两个以上 第三关 就入球带 以上这些三尊四 就可以参考一下 这些数字 大家看看怎么玩 希望顺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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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